女人更年期症状。 症状表现。 女人更年期症状。 随着更年期这一现象让越来越多的家庭妇女接受,越来越多的女性希望提前做好更年期到来的准备,但是却不是很清楚更年期到来是怎样的。 女人更年期啥症状? 如果出现了下面这些症状的就很有可能预示着更年期的到来。 女人更年期啥症状? 第一个就是越经不绕、紊乱。 更年期的女性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历驾发生紊乱,历驾周期长短不定。 一般情况下因为卵巾是慢慢的衰退,所以更年期女性历驾不会突然停止。 情况严重的也不排除历驾突然停止。 更年期啥症状? 第二就是可能会出现潮红潮热凭出汗的现象。 更年期后由于体内磁性激素减少阳气上浮,女性就特别容易出现面部潮红、出汗等现象。 潮红潮热凭出汗发作的时间不固定,所以要及时调整好,否则会对更年期女性造成很大的困扰,严重者会引发其他类型的心脑血管疾病。 更年期啥症状? 第三就是胸部下垂脸色暗淡无关。 女性进入更年期后第二特征特别是乳房由于磁性激素的下降,和卵巢功能的衰退会出现下垂松垮的现象。 同时进入更年期后,随着身体的各项机能减少,也会导致乳腺脂肪的减少和乳腺腺体萎缩。 进入更年期的女性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面色无光泽和鱼味缘,脸部水分流时表现得十分明显。 更年期啥症状? 第四就是情绪不稳定。 处于更年期的女性时常会出现暴躁易怒的不稳定情绪,有时候会出现失眠、头疼、心肌胸门、高血压等症状。 还会经常感觉自己孤独空虚,特别容易产生自暴自弃、焦虑多疑等精神性变化,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就大喊大叫甚至哭哭啼啼。 更年期啥症状? 第五就是抵抗力下降。 更年期的女性由于身体的功能都在衰弱,特别是心脏功能的衰退导致爬一楼就会气喘吁吁。 还有就是更年期女性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精力已经大不如前,以前一个小时能干完的事情现在两个小时都一定能做完。 更年期的女性特别容易一着凉就感冒发烧,这主要是因为身体免疫力和抵抗力已经严重地衰退了。 大部分更年期的女性会患上骨质疏松的病,所以更年期女性比较容易发生骨折、腰酸悲痛等症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